在一项由政府资助的联邦节能减排项目报告中 EnergyStar工作研究人员根据现有能源使用量 以及人体耐受力的各项综合数据 最终给出了室内温度设定指导 建议民众将家庭空调温度设定在华氏78度至85度之间 此言论一出引起了网上一片热议 在这项报告中给出了每天不同时段的室温设定 例如在清晨将温度设置为78度 白天时间设定为85度 而睡前再将室温调整至82度 同时美国能源部还鼓励民众将空调温度控制在78度以上 其解释是空调温度越接近室外温度 那么居民每月的用电量就会相对减少 尽管部分研究报告表明白天时段相对高的室温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然而如果在入睡前室温过高会影响睡眠质量 甚至导致失眠 根据国家睡眠基金会的指导意见 人体最适宜入睡的室温是在65度左右 人的体温在一天中会有轻微的变化 当体温降低时人会有困倦感 如果体温过高将会影响人体自然的温度周期 并导致失眠 同时根据职业健康和安全局的建议 在工作场地的温度应在68至76华氏度之间 湿度保持在20%至60% 并解释原因为工作场地的温度与湿度 与员工的健康有直接关联 而以上几项室温指导都与能源部的指导相差甚远 尽管能源部门指出如果按照室温指导设定家运空调温度 每年可以节约几百至千元电费 不过从多方资料显示这样的建议或许并不可行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